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日的走勢,恒指今日的走勢就是低開了,然後上一天的頂位 低開了在3MA附近的位置,日線3MA附近,然後升穿過昨天的頂位 升穿過後,短線有個5浪就完成了,開始做一些調整 調整似乎還未完,看見是消視圖 這個位置開始走1,2,3,4,5,然後是做一個A,B,現在是走一個C浪 調整似乎還未完成,還差一點點,看看C浪的部分 看到C浪呢,看到在這些位置做一個A,B,C,似乎剛剛開始的C 所以是創造是重新的,在短線的30分鐘圖 可能是Histogram要擴張一下,這個部分要大久一點,這樣才能夠完結 暫時要放深一點,至少要放到50下面 也可能會碰到下方的MA,這樣才會有支持,在這些位置再上去 暫時看,它是處於一個死差狀態,30分鐘圖 15分鐘圖也是,這裡是A,B,C還未完結,下面也有MA 有些像是購買這些MA再上去,似乎明天還有低位 周線圖方面,今個星期就像是收羊足,下個星期也像是收羊足 但是下個星期可能會先跌一跌,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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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一跌 然後再拉羊足,似乎這樣 那就是可能在MACD方面,MACD就在向水線走,因為現在還有負數 周線的MACD和色路線都有負數,應該會拉上去上面,水線那裏 這樣的看法 現在到了11月,就看看連線圖,或者半連線圖的位置 連線圖,今年是出了陰竹在收下影線,看到8MA,249 那就是24900以上,似乎是有阻力的,但就像是周線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看上一條MACD,即是5MA的位置 那就是可以拿來參考,24958這些位置 另外就是26168,這些位置都像是一些可能會碰到的位置 似乎是下半年可能會碰到的位置 似乎是下半年可能會碰到的位置 26168,這些位置就有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這個是連線圖的參考,看看半連線圖 半連線圖就呈現著陽竹 那看到是21MA,即是24017以下的地方,就是有支持 上一支半連線圖也有支持,所以這支半連線圖 下半年這支半連線圖也是2400以下的地方有支持 那就是在做一支陽竹 那這支半連線圖也是25400,所以這支半連線圖也是25400,距離現在還有600多點 那就是說這支半連線圖也是25400,距離現在有機會有阻力在上面 那看到 Penny面會有機會有奶昇 可以選擇看可能 accompagma的圖仙 參考一下 border 角色線圖 格子裡面呢 bus 符較可看到一些下半連線圖 也是可以參考一下 sür Hank Rafael 1991 看見上面就25500,過關 apa 21 X 也有個同一些下半巡 的是구요 確實它可以有錢 也有可能會產生一個比較大阻力的位置 25574 26031 和剛才的位置也差不多 25400 25500 和半年線圖25400 而貴線是25500 這些位置就像是有機會去到 即是今個月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 看看恒指的兩個主要數量的提法 看見這個位置是反彈 依然仍在反彈當中 在走W,SY Y通常可以去到W浪的一些比例 例如0.618或以上 看見0.618就是25185 依然仍有空間上升 另外就是25500 剛才的軟件看到 25400 25500 就可能是這些位置 到時看到這些位置會怎樣 到時看到這些位置會怎樣 如果到這些位置站不穩 就可能反彈就結束了 到時又會破底 這個位置 這個是 調整還未完成的看法 即是這個位置開始做了W,SY,SSZ 然後再上升 再上升 這個看法 現在正在做浪裡面的SS浪 即是說 SS浪就是分為W,SY 這兩個位置 這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是其中一個看法 這就是恒指的另一個看法 恒指的另一個看法 恒指的另一個看法 就是在走上升浪 就是月線 或者周線圖 這個是A 然後這個是B 然後是C C的1 C的2 C的3 就是會分五個浪的結構 即是C的1 C的2 現在是C的3 裏面的1 即是1 例如在這些位置完成 會走過2 然後走過3 4 5 這樣會完成 C的3 然後走過C的4 C的5 這樣會完成整個反彈 現在看看5小時圖 現在這個位置在做一個 在這個位置開始 A B C 那看這個4小時圖 就比較容易看 即是它比較明顯的陰陽足 就能看到 由這個位置開始走過1 2 3 4 5 現在走過A B C 它 雖然有可能在這裡做完調整 但比較像的就是 A A B A B C 之後還有一個C 再上去 這個位置比較像 比較像 1 2 3 4 5 這個調整 這個調整 就是用了 0.320 0.320 C C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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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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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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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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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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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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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小時圖的收市價收到這個位置上 這樣就有機會 這個位置開始就1浪 2浪就在這裡簡單地完成了 否則可能會是這樣去完成 2浪在這裡 這樣才可以上 要注意的是現在後市也比較好 所以跌的空間其實不太多 跌的空間就算看到現在也是 跌的空間就算要下去1比1比例 距離現在也是400點 但如果上升的話 後面的空間就有 即後面的空間就比較多 先來看一下 其實跌的空間就算是2萬5千塊 其實跌等到1千塊 就是1比1的空間 距離也有1千塊 或者看這個比較近一點,25500 這樣也有600點 如果這個三浪就是27100 即是這個1,這個2 如果這個三浪就是27100 所以要留意調整,時間上很短暫 即是小時圖調整,日線可能會收藥燭 下一日小時圖調整,日線可能會收藥燭 這樣走勢,之後至尾都可能會是這樣的走勢 看看上正指數 上正指數已經轉好 即是由這個位置開始,周線圖是ABC 應該是完成了,就會上去升穿這些位置 看看一線圖 日線圖看到 即是之前也量了這個比例 量了這裡是 這個A和C是1比0.06100的比例 即是完成了一個調整浪 轉成了一個A,B,C的調整浪 這樣的話就會在這些位置轉向 然後升穿頂 在這些位置之後就陽足旗溫5MA 然後又再陽足旗溫5MA 上正指數就說完 就說了美股 美股看看導致日線圖打中了MA 昨天晚上都一直看著這條MA 因為它收不收到50%就很難說 但是它收不收到,看到它上面也有一條MA 這條89 那應該是打中就會是回得多一點 最後打中了之後呢 就回了又暫時都是在50%下面 那也很難說它今天收不收到50% 如果收不到,它可能會試一試3MA 即是下日這個日線圖 那下日又再試一試3MA以下的地方 再看看有沒有支持 即是會走一個短線的A,B,C 可能是5分圖或10分圖走一個A,B,C 再看看日線3MA以下的地方有沒有支持 如果有的話,走一個調整浪 例如說短線的一個調整浪 1比1比例,然後再升穿這個位置 那可能是下日的調整又完結,又再上 那再上就有機會是27800的位置 即是0.618的位置 那如果它中了這個位置,調整浪 你也可以看看現在的調整浪 做成怎樣 那看看現在的調整浪是怎樣 那應該沒問題 那應該沒問題 因為它的調整浪也是1比1比例 那現在的調整浪也有機會是破頂 繼續上 那如果沒有再收到1比1比例下面 那就沒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健康的調整 然後再上去 那這個位置還沒轉綠色的 所以也沒問題 還是有空間上 那可能短線有一點調整 那看見到 那之前也說到這裡做完ABC之後 即是這個位置 做完ABC之後 只有兩個比較大的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升穿這個頂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反彈這個浪的0.5至0.618 然後站不穩的話 就再下 那站不穩的話 也要收在3MMA下面 或者甚至5MMA下面 那才是站不穩 因為如果他今天收在50%下面 那也只是一個初步的站不穩 他還要看看他 有沒有收到這條3MMA 即是綠色的這條 收到3MMA下面 才有機會是 再下跌的 如果收到下面 那如果他今天站不穩50%這個位置 然後下一天試過3MMA 下面有支持 又再拉揚揚束 那其實也是會去到的 0.618這個位置 那到這個位置 如果站得穩 又再向上看 最終都是會升穿這個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這個3MMA 就要留意著 還有他出現的調整浪 也要留意著 即他出現調整浪的時候 看看調整浪 究竟會不會是 在1比1比例的那些位置 支持到 如果支持到 就沒問題 是一個健康的調整 之後還是繼續上 所以現在暫時都是看上的 美股方面都是看上的 因為他這裡還未轉綠色 還未轉綠色 還未有太大問題 而且他的STC快慢線 都未上超買區 所以還是有空間 那 那 就看一看黃金 黃金方面 看到日線圖 日線圖 也是 受制一些MA的 看到 他之前是支援這條MA 這條是144MA 然後 反彈到上面的55MA 即是這一條 這條 這條55MA之前都 受了幾次 看到這一次又受了 這一次 就 站不太穩 上了去 像是一個假的站穩 下一日就跌回來了 今次又再試這條MA 又是受了 這條日線圖 做了一個 像是一個ABC 但也很難說 他也可以是一個 ABC 或者是一個 1 2 1 2 都不定 這個要再進去 小一點的 浪體 現在當然要 看到他 MAC方面 就是 金刷完 有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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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轉向機會大 STC方面 在超賣區 就是 超賣區 做了一浸 兩浸 通常都會下 50下方 即是中線下方 這個之前 講到STC的用法 也有做過這個用法 就是 超賣的地方 一浸 兩浸 就會回落 50下方 看到4小時圖 有一些 時間周期 拉回 時間周期 看到 是 反彈了 21 竹 4小時圖 反彈了 21 竹 轉向 有時候 也要參考 看看時間 時間 也是一個 重要的元素 在波浪理論 看到現在 明顯 完成了一個浪 即是MACD 完成了一個浪 通常會回到 0.618 回到0.618 回到0.618之後 看到已經回到0.618 以下 有支持 但是 也是 站不回到3MA 所以 現在 會在比例 和MA 中間 看 如何突破 如果 收不到 188 以下 簡單說 收到188 以下 也是 看上去 當然 要等 站穩 3MA 最好 或者站得到 一些比例 例如 0.320 這個比例 站不穩 突然 由 陰竹 轉到 陽竹 站穩 但 暫時 都是陰竹 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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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就是看好的 位置 但是 機會 只有一次 如果 再下去 當然 跌穿 這些位置 也是看好的 跌穿 看好 收到下面 就會看下一個比例 收到下面 如果沒有收到這個比例 下面 就看 先翻穿 這個頂 看看 如果先翻穿 頂向上 可以有哪些位置 即哪些位置 會有 阻力位置 0.618 即1912 以上 站不穩 這個 比較 小的 C 例如 A B C 通常 最少 可以去到 0.618 現在 站不穩 會不會 就這樣 反彈 就算數 這也很難說 要看 剛剛所說的位置 站不穩 如果站不穩 就可能真的會 反彈 即這個 A B C 就在這裏 破大 另外 如果 向上 看 那些位置 看到 是 1924 和 1944 是 1944 就先翻穿 這個頂 所以 如果 A B C 那 再下 這個 就比較 看上去 比較 看上去 比較 像樣 這樣 但 都很難說 純粹是參考 1944 和 1924 就是兩個 可以參考的位置 當然 就要看著 美元指數的走勢 看看原油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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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 看到這個位置開始走 調整浪 走到調整浪的A B C C C B B A B C B B B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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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 可以看到 沒有大問題 讓我們看看 周線圖 周線圖 好像在走 中 因為這個位置 就像是看了底 這個位置 就像是看了底 看到底 就不會走 A、B、C 如果看到底 然後走 A、B、C 它又要破底 它又要破底 這樣就不太相似 因為這個位置 很低 所以 看到底 通常會走1浪、2浪 3、4、5 這樣 也可以走1浪、2浪 然後 2浪 可能很久 才會走3浪 但它始終會走3浪 但它始終會走3浪 所以 會走1浪 所以 原油會不會再下1浪 也比較難說 一般 一般比較普遍的2浪 可以走1浪 可以走1浪 比較遲 好幾乎 可以走1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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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浪 好幾乎 可以走1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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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反彈這個浪的0.618的位置,再繼續調整更深一點,也不定 現在已經是ABC,可能是A,即是A,即是大A,也不定 現在的反彈可能是0.5或0.618,通常是0.618都可以,如果A調整了這麼大浪 因為時間都搶了,比例上可以再久一點,就有可能去買40元那些位置 如果一個調整浪是用2重3或3重3,就會去到70%,即是比這個40元更高 可能是41,即是這些位置,即是0.764,即是中間這些位置 即是高於40元更多,就會反彈到這些位置 因為0.2重3的反彈是70%以上,即是80%,90%,甚至100%都可以 即是這個浪也比較難說,這個反彈可以是這些位置再下,或者這些位置再下都可以 即是看原油還未調整完的看法,但現在也比較難說 也要看美元的走勢究竟是怎樣 那才知道二浪會不會就簡單一個ABC就完成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一個日線圖出現了一個ABC 即是會不會已經是一層的調整浪呢? 一層的ABC就完成了調整了一浪的升幅 然後再上升幅就行三浪,即是現在有權行三浪 現在是有權開始三浪的 這個要再看,之後再看,暫時還未有一個轉彈的訊號 因為它仍然收到在那個 一來未overboard 那個STC 還未在上面的死差 也還未收到3MA下面 即是日線圖還未收到3MA下面 所以還未有一個確認轉跌的訊號 那日線圖看到的美元指數,日線圖方面 就是跌到這些位置有支持 但是日線圖始終還是在死差 通常都會落到那個Soul的地方 所以都似乎,看一看MACD 都似乎還是有得落 暫時的看法還是有得落 那麼 周線圖方面,看到它今個星期是授製的21MA 那21MA授製就回落 然後到下面的5MA那些位置 它又有支持 即是已經是夾在這些MA的中間 所以就看它怎樣突破 暫時是看 它沒有收到這個21MA上面 都是看淡的 它沒有收到這個21MA上面 都是看淡的 所以就 看到3MA5MA做了4叉 日線方面 3MA5MA做了4叉 即是3MA5MA以上的地方 就是它的阻力 即是3MA5MA以上就會被沽 除非它站穩在5MA上面 看見下方 除了這個日線圖 收市的時候 站穩在5MA上面 否則 都是向下看的 都是向下看的 那它向下走的時候 就有利股市 金市 還有股市 今天這段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大家一個讚 還沒訂閱YouTube 也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加入YouTube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